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 引发持续至今十多个星期的抗争 而香港最主流的民意是五大诉求 一是撤回修理 二是追究警队滥权 三是收回对612集会的暴动定性 四是撤销滥捕滥诉 五是施行双针普选 香港民意研究所7月下旬的民调显示 这些诉求的支持率分别高达46%到73% 两个月来 港人游行集会的主流诉求也始终是这五点 这五大诉求和港独都毫无关联 四条就围绕着这个送中条例 和港独不港独就是不相干 第五条那就是要求香港实现真的普选 而这个真的普选也是你基本法就做过承诺的 所以它完全还是在所谓一国两制的框架之内的 是中共他们没有落实香港人争取的自治权 这不是个主权问题 那么所谓港独的声音从何而来呢 我们盘点一下从6月至今 大陆的舆论环境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6月9号 香港103万人和平游行后 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共官媒 几天内只字不提 第二阶段是6月16号 香港200万人再次和平游行后 中共官媒仍未报道 第三阶段是只包不住火 大陆的民间舆论开始发酵 因为虽然官媒保持沉默 但是不少大陆民众往来香港 还是把港人游行的画面通过网络传播到国内 很多大陆民众开始追问 香港人为什么抗争 这使中共被动应对 迅速地删除网络上的相关消息 甚至抓捕传播消息的网民 港人为什么闹出那么大 他总需要个解释嘛 为什么 为什么香港可以和其他几十个国家 签订引渡协议 为什么天边不能和你大陆去 就是不承认不相信大陆有所谓法治 那你想这个一说出来 那当然共产党就非常丢脸嘛 所以他掩盖这一点 他就会转移话题 第四阶段是从7月份至今 官方的宣传机制开始启动 它的宣传方向是两强两弱 弱化事件的前因后果 弱化香港主流民众的和平抗争 强化宣传少数示威者的激进行动 强化宣传所谓的港独操纵等言论 专家认为这种以偏概全转移视线的手法 模糊了事件的焦点 这场运动的实质 是港人保护自由 法治 一国两制的底线 不受侵害 中文字幕制作人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